新闻网站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介文及介大使 为我们来分析国际局势 我们先来看台湾的总统大选之后 台海的局势到底有没有发生 比较明确的变化 美国最近的包括媒体智库 看来都是紧盯这件事情 美国华府的智库CSIS说 这个专家认为 今年恐怕会重演 1996年台海危机 那个时候 所谓的96年台海危机 就是台湾的这个总统直选 这个中国大陆 射了一些飞弹 那这件事情会再重演吗 这个现在CSIS报告就是说 他说重演几率很高 他这个是用一种调查的方式 他对52位美国的学者专家 跟32位台湾的学者专家 做了一个调查 民意调查 对所以最后认为 真民调还是假民调 这个看起来蛮真的 真民调 2024可能重演1996的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就是飞弹 中国从四射飞弹 专门针对台湾 那这个四射飞弹 所以呢就是 你看四个多少年了 四个30年了 快30年了 28年 对那台海又重新到 回到兵凶站围 所以一戏之间倒退28年 应该是可以这样讲 应该是这样讲 那不过他们认为 就中国大陆实际对台的 这个实行封锁 或者就是说攻台的 他可能是四年之后 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 这个军事力量会更有把握 对不过他 我想这个基本上 他这个透露的讯息 就是将来两岸关系 一种渐进 渐进式的 走向更紧张 更冲突 是一种渐进式的 所以大家看的趋势是这样 就是说台海接下来 是会往紧张的方向走 对 但是美国的这个媒体 美国的智库 学界 还有美国的政界 对于如何控管台海的风险 看来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的众议院 现在有跨党派的代表团 国会台湾连线 这是一项最挺台湾的 那又要来台湾访问了 之前有卸任官员 在选后的隔天来 然后呢 现在又有这个众议院的 这个议员 那美国的政界 到底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们就有两重的意义啦 一方面就是表示 还是支持台湾 跟私底下也有很 这个严肃的讯息 要带给这个我想这个赖兴德 跟肖美琴这个团队 那这个我想调子大概就这样 美国都是这样 美国你就看他这种 政策上 他基本上他要制止一个冲突的话 他会对两边都施压 他不会只对一边施压 你知道他两边 谁比较有提高冲突的这种 他就会施压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标准的 美国式的这种干涉的一种 他希望是他希望的目标就是 两岸维持和平稳定 那他是两边施压 所以这个跨榜外代表团 我觉得表面上他是表示 我们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还是怎么样 还是稳固的 不会退却 那对台湾的承诺 基本上还是都在 那另外就是希望两岸 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维持现状 这个美国的立场 他也不希望台湾这边就垮掉了 给予台湾支持 可是另外一面 我觉得他们也要会对 赖清的 萧美清的团队 传递跟拜登总统以来 大概都是一致的讯息 那这个众议院跨 你要以为 就是说美国是三权分立 那这个众议院跨党派 一跨党派你就知道了 他不是一个单独单一党派 而且他现在这个 这个领衔的是他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的主席 那他跟这个台湾的事务 就国会的分工来讲 他是 他是最直接的 那我想他在这个时候来 他是传递美国政府的讯息 我想这个他会来 也是在拜登这个行政部门 他们的一系列的安排下来的 我觉得就是说 跟下一个那个叫盖拉格 就是说美中关系调查委员会的盖拉格 我觉得调性会比较不同 这个比较代表官方立场 我觉得这个是会走所谓的official line 而且他背后应该他不会跟美国 现在拜登政府的对台海两岸的政策 会有太大的背离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 来了就知道 我觉得他们不会太张扬 会跟过去美国的这些 在这个时间我想他们应该知道 美国政府是希望两岸之间 不要有什么擦枪走火的事情 那你说他明着来这些散风点火 我觉得他应该会比较节制一点 那可是他的来本身也就是对台湾的 从美国角度上 他把台湾这边做给中国大陆看 就他还是支持台湾的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他也跟新的团队 台湾这个新团队 他也话要讲清楚 就是说不支持台湾独立 那不支持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那支持台湾台海维持和平稳定 那希望耐心的肖美琴做些什么什么事 因为这个代表团基本上是限职的国会议员 他的代表性又跟这个 赖清德肖美琴当选以后 美国派来的另外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 卸任官员 卸任官员代表团 那个代表性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关键还是美国要在这一段时间住 控制住赖清德跟肖美琴的代表团 这个团队的言跟行 你看上一次这个 美国这个所谓的退休官员访台台 之后你有沒有发觉 赖清德跟肖美琴非常非常的安静 都不见了 非常非常安静 只有在感恩茶会吃便当 其他都不见了 对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就变成 我认为是美国的影响力 在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那 镇定计 没有我觉得就是画了红线了 把它这个框在一些红线里面了 那它要去适应 那这个团来的话就变成就是说 我觉得是要加强那个红线的 那个明确明晰度 让这个赖清德跟肖美琴 这个代表这个团队知道 不是只有行政部门这个立场 立法部门也一样 国会跟行政部门是 不是不是好 不是对立的 不是演黑白脸 而是站在同一个政线上 这个我想最具说服力 不过将来盖拉格来的话 我就不知道 这个山峰点火团要做什么事 山峰点火团你说盖拉格吗 我就觉得他会在这边发表很多 强烈的反华言论 对那问题就变成这个 那赖清德要呼应他吗 这个就是赖清德他对他的考验 因为这两天美国的另外两个学者 这个也发表了一些言论 他说他这个讲的很白 他说有人想要带坏赖清德 带坏 对对对 就是说要小心 如果有些损友的话他要小心 会把台湾带往危机 你知道这些损友的话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要点名吗 他没有他没有点名 他说就像那个陪洛西那样子的损友 对这些人是 他说他说讲的时候 他说他很担心 这是美国一个台湾事务专家 叫任选利 任选利 他跟史文这两个也都在华府 还有在这个美国的大学里面 有名的这个两岸学者 对两岸学者 他说美国有人鼓动赖清德 做危险的事 对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那什么叫危险事呢 他没什么人他没讲 他就说他认为什么样的危险的事呢 就是说像陪洛西到台北来访问的 那样子的危险设施 对所以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有些很多事情 看得蛮清楚的 我觉得了不了解这个状况 就看你未来看得清楚 那我觉得任选利 这个也是代表一种更明确的声音 就是说他在提醒赖清德 你们不要跟着美国那些政客 去那边随其舞 音乐其舞 最后这些事情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赖清德会做出什么事 所以派出各种人来试探 派出各种人来画红线 派出各种人来观察 一点都没错 就是这样 对美国人怕他是一个不失控 不受控的一个人 把美国拖进一场 美国并没有准备好 也不想陷入的一场 跟中国大陆直接可能的军事对抗 不过这个时间点当然蛮敏感的 因为今年刚好是美国的大选年 所以对美国来讲 就是任何他这个意料之外的事情 可能都会觉得是个麻烦 那特别是美中关系的前景 包括了经济上面 包括了这一个军事力量的失衡 这件事情上面应该都让美国现在对于 跟中国对抗这件事情 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对他这个前景就是说 未来十年大家都不会改善 就只能维持一个冷和 冷和 然后热战是大家都要避免的 可是冷战跟冷和会是常态 那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变数的话 应该台海是一个大变数 这个东西很容易失控 所以就美国角度上来看的话 他是希望台海还是维持和平与稳定 任何单方面的改善现状的事情 他都会想办法去让他不要发生 那所以他两边都在怎么样 两边都在施压 那可是他比较能够有效的 还是控制的 还是赖清德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这一阵子 你看这些团来 他如果认为都是来向他道贺的话 我想他会错苦情思 对 这个行政部门来过以后 接下来就是立法部门 这立法部门他有代表性 他不只是这个 这个什么台湾连线 这里面那个领团的 他是那个 外委会 外委会亚太小组的主席 对他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如果拜登未来在这个一年 这个美国的大选年当中 希望台海的关系处在冷核 而不是冷战 这代表说跟前一个阶段相比 前一个阶段大家都认为 比较接近进入冷战的状态 那是往后退的意思吗 对 他基本上他希望 就是有一点点 把这个热度往下降 那双方的互相智慧 了解对方的这个作为的 这个程度要提升 那我觉得也不是说注意力转移了 我想就是说这边 美中之间的旗舰会暂时的 不放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他变成 英文有个叫back burner back burner就是美国的炉子都有四个 他的前面两个是比较 前面比较 他放到后面去烧 他还是烧 火力没那么强 对他放在 现在要看炉子是看前面这两锅 前面这两锅烧的热 他就把这个放到后面去了 所以是一个back burner 对 但是当美国有这样子一个动作 就有back burner这个动作的时候 台湾人民会有不同的感受 因为你从过去美中对抗的这个冷战状态 一直回到这个冷和感觉好像在缓和 在交往 那美国人这个态度的转变 包括拜登的态度的这个转变 台湾民众对美国的疑虑跟不安 是不是会增加 其实我觉得他基本上 本来就是说在台湾有一批人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他相信赖清德 他们这种想法 就是说台湾有事 美国一定出手 就是有那么有相当大的一个部分的比例的人 就会相信 你要说美国会不管他们不相信 对 而美国就是一定支持台湾 那这些大部分都是台独的比较狂热的支持者 那因为他这种是一种信仰 他如果没有认为 他靠自己力量是不会成功 他也很清楚 那所以希望就寄让一战 寄让两个国家 一个美国一个日本 寄让日本也是蛮奇怪的 可是问题是 寄生上流的概念 对 因为我们跟他想法不一样 可是我的了解 我接触蛮多 他真的深信不疑 美国会这样 所以事实上拜登在赖清德台独的精孙当选以后 第一句话就说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其实除了浇冷水 浇一盆冷水在赖清德的头上 希望他不要头脑发热 同时也浇在赖清德支持者的头上 对 那我认为是浇不惜 可是至少会让这些人 那么有一点点就是说受到影响 我认为影响不大 还是认为这个只是美国人的一种权宜之计 对啊 做给大陆看的 对啊 压力很大了 他当然不好说了 这个我碰到很多人 都这样认为 有善意的理解跟体谅 有善意的理解跟体谅 还是相信美国在台湾有事的时候 美国一定会来 可是又有一部分人对美国的 这个支持台湾 事实上从打心里就不信任 那这篇报导里面 这个New York Times写的这篇文章 就是说台湾民众对美国的疑虑跟不安加剧 他讲的是很多 就是说比较年长一点的 大部分是从这个1979年 中美断交之前就已经在社会上做事了 这些人平均年龄也都差不多65岁以上 比较年长者 比较年长者 他们有亲身的经历 因为在他们成长的时候 哇 美国对台湾那时候关系是水乳交融 那我不信我也是属于那个年代 所以这个调查对象是你 对 因为我经历过那个年代 但是我们小时候看了满街都是美军 美国的军车 美国大兵的豪华轿车 在台湾到处都是 那我们那个时候军备一拿出来 都是最现代化的 这个胜利女神飞弹 像我们那个 哇那时候是最先进的 胜利女神飞弹 你想想看胜利女神飞弹 那时候阅兵 这个中正路借兵 胜利女神飞弹 坦克车也是美军的一线装备 然后我们的空军 常常在台海还这个 占有空优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那个时候 哇美军跟那时候 跟台湾是关系密切 可是美国开始跟中国大陆 1971年 林克森突然出现在北京 那这个机型出现 毕竟的话 那时候美国就开始 他调整战略 基本上就是 要跟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 关系正常化最大的障碍 就是台湾问题 大陆就说 你跟台湾要切断 一切联系 然后你要承认台湾是中华 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最后美国就做了 因为在之前 台湾跟美国有先跟现在 跟日本跟韩国一样的 就所谓的 这个好 相互协防条约 我们叫这个 Mutual Defense Treaty 那就是攻守同盟 打台湾就跟打美国 本土一样 打美国就是跟打台湾一样 这攻守同盟 既然日本跟韩国跟美国的 各自签的这个 协防条约 当时跟台湾也一模一样 那就是个废约 单方面废约 然后呢 外交承认断交 以前在台北有 美国大使馆 对啊 美国大使馆在台北 那个时候 这个美国在台湾都有大使 最后一任大使 叫安克志 你知道最后他断交 那个晚上12点 他找宋楚瑜 他说 你去把那个蒋经国叫起来 我有事情要跟他讲 所以你说什么事 这么晚 蒋先生已经睡觉 他说很重要的时候告诉他 就是告诉他美国跟台湾断交 那时候 三更半夜来通知 三更半夜 对吧 那美国答应大陆条件是 断交废约 撤兵 美军全部撤光 美军在台湾过去 人数相当多 那个清泉钢机场 以前是给B-52飞机 轰炸越南越战用 很大一个基地 对 所以 全部撤光 那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那时候 那时候小奖也很火大 那时候我在大学里 突然有一天 上街头抗议了吧 因为学校突然多了很多公车 公共汽车 然后教官就来说 你们去上车去 我们要去中山机场去抗议 要去丢鸡蛋 我们就去了 那真的 松山机场 那时候是热血清廉 对 那个时候美国的 所谓的断交谈判代表 就是克里斯多夫 是美国副国务卿 然后呢 他到松山机场 就外面松山机场 那时候应该是政府发动 一群人 有的拿着棍子 有的拿着宣传标语 最后他那个车子 被鸡蛋砸得体无万负 还有人拿那个棍子 戳到那个车子里面 结果美国吓坏了 那没想到台湾反应这么强烈 那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时候 你说我们就认为 美国是最坏的朋友 会背叛朋友 你说我们有过那个经历以后 像不是我 一群人 一个世代 一个世代 那怎么会对美国信任 对不对 大家都有被出卖的阴影 很强烈的 不是阴影 那是很深刻的 创伤 创伤 就是说 那时候以后大家就说 什么都要靠自己 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尤其国际关系上面 这些都讲话都是甜言命语 实际到了关头的时候 他还是为他自己的利益 他会毫不由于把你出卖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台湾 基本上 他访问都是这个世代的人 那不过我也想 他也是在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必须要注意 现在台湾有很多 以美论 以美论 那这个以美论 美国政府要不要处理的话 就是他提醒美国人 其实美国人也会知道 美国不是 赖清德在选前 他曾说 不能有以美论 那叫我们来看起来的话 就说 怎么不能以美论 我们相信自己 谁都可以移 当然可以移 我们要相信自己 你怎么 你把你的希望都记录在别人 对你的支持上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一种想法 对啊 都要怀疑的 我们也不是说 对朋友不好 可是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知道 而且我们又了解 国际政治的现实 只至各国家 不会为做一些 对你有利 我自己牺牲的事 没有人会做的 就跟赔钱的买卖 是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钱的买卖 没有一个人要做的 那在国际政治里面 就是说 伤害自己利益 去成全他人的利益 那只有傻瓜才做 对 为了别人的利益 去让自己的军人流血 那更有白痴的行为了 所以你看美国 美国很清楚 俄乌战争 美国没有死一个人 对不对 可是他已经让这场战争 打得如火如荼 对 所以国际政治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 它的动机倒是提醒美国 就是说 台湾有很多人在怀疑美 那你是不是要 要叫赖清德处理一下 赖清德出手是不是 对啊 还是说提醒白宫说 你演戏可不可以演技再好一点 我觉得不会 他可能会想一下 黑熊部队稍微用一下 黑熊部队 对 压制以美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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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风向 其实是变得非常快的 那包括像共和党的初选 就可以看得出来 本来就是要挑战川普 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投降 然后就说要支持川普 最新的是共和党的政治新星 Dissendors 也说他要退出 美国总统的竞选 全力支持川普 所以川普出现应该是百分之百 板上钉钉了吧 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还有几场初选 本来这场初选 他已经破历史几乎 他是百分之五十一 压倒性的胜利 所以那时候我看CNN 他已经报道 他说是不是共和党初选 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结束了 可是现在这个 就是Nicky Haley 他现在指向一个 最有力的挑战者 那在New Hampshire 现在正在投票 那他这个投票的话 Nicky Haley本来在 他只重兵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这个New Hampshire 他的初选是很有趣 他一半是共和党 一半是独立选民 那现在共和党 当然就是说 一半 五十%是共和党的选票 五十八是独立选民 独立选民 民主党也可以来搅局 对来破坏你的结果的话 他也可以在里面搅局 也可以来反串 也可以来反串 那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Nicky Haley 在整个的这个 他在独立选民 也得到支持 远大于在 这个 他在共和党里面 所以现在是共和党的 这个投票里面 拜登领先 川普领先 可是在独立选民这边 Nicky Haley有占优势 这有很多拜登的卧底 卧底 那基本上 有人民调一开始说 差距就是 川普是 大概10%的领先 那也有说拉开 差距拉开 不过这场选举 就是Nicky Haley 大概是比较有希望胜选 他有可能在这里赢 唯一地方有胜选 因为接下来就是内华达州 那个几乎是注定了 川普一定赢 再接下来就是 这个北卡 南卡 南卡的话 现在的迹象 民调也是拜登一定赢 所以这次我看在 今天我还在听 这个美国方面 在报道这一场初选的 就是说 他们就说 他的支持者 就Nicky Haley说 起码让这场的初选 那么能够维持在10%以内的 这样子的差距 他没有说赢或者输 他说这样子的话 Nicky Haley还可以继续打下去 还可以撑到超级星期二 就是让他一直撑吧 撑到超级星期二 要撑之二 就是说他背后的金主 还不会放弃他 还没放弃他 还不会放弃他 可是他如果输得很惨的话 他马上就 钱就不会进来了 他应该就要跟 这个佛州州长一样 要宣布投降了 对对对 因为美国选战很花钱 那个都是上千万美元的发费 我觉得他 上次他们讲在Iowa 因为Nicky Haley 自在必得 他布局的又早 他每一个county都去 都每一个county都动员 听说他的金主 一共给他了2000万美金 去打一个州的初选 那这个 这个New Hampshire是小州 可是呢 他也是 Nicky Haley的一个重镇 他这个两个重镇 他如果两个都失守 又输得太惨的话 那他可能他的金元 就会断掉 金主就想说 没希望 没希望就不给钱了 虽然Nicky Haley 本身也很有钱 他的先生是这个 是这个煤矿大王 是富豪 他可以支撑一下 可是再有钱的人 还是要靠捐款 连川普都靠募款 对不对 所以就看了 今天大概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那不过就是今天 如果New Hampshire即使 Nicky Haley赢的话 那未来两个初选的 一个Nevada 一个South Carolina 也不被看好 也是川普 大概都在 赢面比较大 对 然后三月的时候 这个Super Tuesday 出来的话 那就等于就完全底定 对 所以看起来 现在川普的赢面 是非常大 至少在共和党的内部初选 不过路透社已经开始在说 川普其实在大选的赢面 也很大 他有很多可能性 都会让他赢得 赢得拜登 那拜登当然在民主党 应该也没有挑战者 所以未来又是一场 这一个川败之争 对 现在我听了这个川普 川普的口才还是一级棒 头脑也很凌光 他的政见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深入人心 比如说 他说我当选以后 我立刻要大规模的怎么样 遣返非法 Deportation 他说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可是他说 这个美国现在这个 Deportation 我一定要把这些人都遣返 他讲这里面有很多什么 有些是恐怖分子 有些是监狱里面逃犯 然后把美国搞得一塌糊涂 对 然后他说 他们到台 他说 他说在纽约念书的时候 他说 很奇怪啊 送进来念书的这些小孩子 一句英文都不会讲 那个学校里面 还要特别寻老师去辅导 一些移民 非法移民的小孩子 他认为这个很荒谬 那另外他还主张什么 他主张执行死刑 他说美国这个乱事要重点 他支持什么 他支持警察 他说警察 如果说他们因为执法的时候 他说 结果让他们丢掉工作 然后 这个也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做 这个社会动乱的根源 他在New Hampshire 他讲说 他要严格的禁毒 美国的芬太尼 他说造成太多 他说这个是18岁到45岁 最高的男性死亡的最多的原因 是芬太尼 他说这个他要 全力全力全力的来 来来来来做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国际战争 他就说 拜登是非常无能的 他说他正在 帮我们领向第三次施打 他说打到第三次施打 这一切就over了 他说美国也完蛋 大家都完蛋 所以他要阻止第三次世界发展 所以你觉得他的 他的讲法 那个下面呢 这些选民都会 大家都很有共鸣 都非常有共鸣 非常有共鸣 然后他要 美国第一 美国 美国再 美国这个 再伟大 所以他还是这一些 所以他的这些 整个的怎么讲来 他的政见 我觉得 是大部分白人 的心声 白人现在有一种 对美国社会的 这个发展的深层的忧虑 就你看这个 城市里面变成帐篷 都是一群帐篷 然后经济很糟糕 川普的经济搞得很糟糕 然后美国真的 在外面树敌太多了 第二个 内部的问题 对不对 到处移民的问题 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 这些好 然后这些 治安败坏的问题 然后这个好 毒品泛滥的问题 他都讲到 所以美国人 切身之痛 他都提出来了 所以 现在川普是 基本上 没有政见拿出来 川普就出来 抵犯说 我们要支持 俄乌战争 拜登 拜登 我们要支持 俄乌战争 你想他还有票吗 对不对 他说他经济 做得很好 他也创造经济 这个已经做到 你说有税福利吗 这怎么感觉 跟台湾的选举 有既视感 对 只有既视感 就还是执政者连任 会不会川普 就是败在 这个历史的宿命上 川普 上一次会 这一次看起来的话 他目前的 所有的民调 都超过拜登 对 那所以 现在美国很多人 都在准备 川普会回来 全世界都在准备 就是说 美国的新总统 如果是川普的话 那大家是不是要 全部又要再重来变 对啊 其实对世界来讲的话 我从来不认为是坏事 对啊 他美国第一 他就回到美国去就好了 对啊 那个世界 你不觉得 所有的冲突 加剧都是从 拜登上台以后 美国想当世界第一 你就当美国第一就好了 对美国第一就好了 你不觉得川普上来 川普在的时候 没有战争 只有贸易战 对不对 没有真正的这个战争 然后没有什么美国的这个 拉一群人打一群人 这个状况 世界没有这么对立跟分化 现在走回了新冷战的话 我觉得 拜登的政策是始作俑者 对 那拜登在这场选战当中 看起来是非常的艰困 只是说最后他会使出 什么样子的大绝招 那目前拜登这边还说 有AI伪造了他的语音电话 要选民待在家里 不要去投票 这个美国人很容易 会被这些认知作战 所影响他的选举结果 对会啊 这个有可能 我这次就这个在 New Hampshire 就是这次你刚才讲的 这个是不是有反串的事情 在这里这个台面下运作 现在就是说他这样子 叫待在家里不去投票 拜登支持者不要出去 对 基本上的话 所以是川普阵营运作的 对 到底是谁在运作 我也不晓得 看起来是对川普有利 对 所以应该是要从有利者 去怀疑说这件事是谁做的 因为这个川普的 川普一定给他支持者 这个会受到影响 他支持什么 他支持者基本上都是谁 都是在所谓 我们刚刚New Hampshire 那个独立选民这些部分 独立选民不去投票 对黑理就不有利 当然是对川普有利 所以我觉得真的 我的分析主要有利的话 这种语音电话 有利的话应该对川普有利 所以会从犯罪 川普学战的怪招 犯罪学来讲的话 那可能就是 动机论 对对对 可能川普的动机比较大一点 川普阵营比较有可能做这件事情 对 那又跟上科技先进的脚步 对 另外这个中非之间 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争议 当然是小马可氏 那个祝贺赖清德当选这件事情 然后跟中国外交部之间的对抢 不过他现在终于出面来解释这个事情 他说他来贺电只是基于礼貌而已 他绝对不支持台湾独立 对 他这个经过了大概一个礼拜的酝酿 发酵 他主动接受菲律宾的一个电视台的访问 这个就是23号 昨天他一个GMW News Station的访问 主动谈到这个问题 他的讲话是非常明确的 他说 一个中国政策依然有效 自从我方采取这项政策以来 一直严格执行 一丝不苟 这一点并未改变 也不会改变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台湾是中国的一审 两方用什么方式合并 这是内部的事 他讲得好直白 这就是说 我觉得他讲这句话 一定是后面极大的压力 也是大陆给他极大的压力 可是整个东协国家 都给他很大的压力 现在南海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而紧张 我觉得基本上就菲律宾 他踩了一个大红线 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你别的国家 他已经都抗议了 你菲律宾过去都没有这样做 因为小马克思后来他做了这个 他还在自己的推特上发了一个 台湾的总统赖清德祝贺 结果那个时候 大概立刻大陆就反应了 然后菲律宾外交部立刻缓降 他说这个是一种基于礼貌 对不对 然后他说 主要是表达台湾 雇佣了很多大量的菲律宾老公的一种感谢 他已经就是说做一个 可是大陆绝对不认为是够 大陆认为你这种 这种原则性的问题 他是不跟你含糊的 所以大概后来 毛宁就讲了重话 去读书 你要多读点书 那这个后来 这个菲律宾国防部长 也回敬了毛宁 他倒没有飞去中国政府 他说这个是你要讲 你这种方法的话 事实上是等于说 降低你自己的身份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回敬 因为大陆也说 毛宁说叫他去多读点书 他们认为是 侮辱到他们的国家元首 那可是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 在实际面上 那马克思这一句话 等于就是说 踩了红线 他等于说 说回他讲的话 然后再把台湾 菲律宾的台湾政策 再重申一遍 那这句话 他还讲了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神 他等于说 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赫电对台湾来讲 但是得不偿失 所以有的时候 你就不要太去逼人家 要一样东西 那可能你到最后的话 你得到东西是更深 更深的一个明确的 一个讯息 就以前我们在 做这些联合国的案子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老一辈的长官 就说你不要push 联合国去做很多事情 你就要表态的时候 他的表态让你 让你就是会更加深 现在国际社会 对台湾问题的一个法律立场 就会有反效果 对对对 就是说你逼着他 他对你这个问题表态的时候 他一定 因为联合国你每次 你去写信给他 他回来以后 他就台湾Province of China 你再push他 他就台湾Provin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他就这个东西 就我们从外交 我们的国际法 这就是一个实践 实践的话 就是说这个立场就越清楚 对他本来他有点模糊 他就越来越清楚 不要让人家落实在白纸黑字上 对落在 你现在这个就基本上 就是说菲律宾 他哪有实力跟中国大陆玩硬 我们就必须要认清这一点 玩硬的话 菲律宾不是对手 差太远了 那中国大陆只是说 没有真正跟你较真 这个事情中国大陆一定跟他较真 大陆一定跟他较真 较真以后就是他怎么样 他只能说他双期跪地 在这个问题上 等于双期跪地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说国际之前讲的是实力原则 你没有实力你谈什么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 中国大陆还不只是 只是跟马可思警告 他一定动用了 大陆菲律宾内部的很多力量 一起叫马可思屈服 这个就是说 我认为是马可思双期跪地 他可能开始的时候 误判了情势 觉得这个没什么 我觉得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搞不清楚状况 搞不清楚状况 又是一个 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领导人 好 另外这个实力原则 当然在鸿海的 这个争议冲突上面 英美联军看起来 这个采取越来越 强烈的这个军事手段 空袭的夜门的这个 路上的相关的基地 要希望能够削弱 这个青年运动 袭击商船的能力 那这件事情 会有效的解决 红海的危机吗 我觉得可能 就是说很多国家 认为它会加剧 对你让这个事情 你让它更 更怎么讲呢 冲突的这个范围更高了 因为有的国家 当时说这个事情 你就把它用外交方式解决 那么用这种 不要再刺激的方式 然后呢 让各国去跟这个 夜门之间 透过中间 外交方式解决 那不过 英美一出手以后 这个事情就等于就升高了 升高了 问题就是说 你能像打阿富汗一样 你的地面进去 部队进去吗 因为夜门很大的 然后呢 它是一种游击的 游击式的力量 你野火烧不进 春风吹又声 你没有办法 完全彻底解决 夜门的它这个 它的这种 发动攻击的能力 而且它发动攻击 都是最简单的 它是有地力之变 所以是不是能够 就是说 基本上完全瘫痪 夜门这个 这个力量 在鸿海袭击 这个 跟以色列有关的商船 我认为 我认为不会 你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这次在 达伯斯也有谈到 这个问题 那沙尔地的外长 他在 里面就讲 他说 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你只能暂时的 他说根源问题 是以巴战争必须要停止 对 以巴战争不停止的话 事实上 也门在道德上是得到 所有阿拉伯世界的 国家的这个 高度的赞赏 只是他没有 没有 他在心中暗暗叫好 对 因为他做这件事 他在这个阿拉伯世界 在回教世界 人家会认为它是一个 正义之举 对你美国 英国 就对他进行 对也门的话 只会加剧 整个阿拉伯世界 回教世界 对英美联军的一种反感 不过他们 英美也不在乎了 他们在阿拉伯世界 本来就是 横冲直撞的 对 不过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 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解决问题 我还是赞成 像这个 超级阿拉伯外长 要回归到问题的根源 就是以巴战争 以巴战争的话 能够早日 停火 止战 那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根源就解决了 对 不过现在这个根源的解决方案 美国的新闻网报导说 以色列提议说 先停战两个月 把这个人职 先问题处理一下 那后来好像传出来 最后谈判是一个月 停战一个月 让人职回来 因为对于色列来讲 他的内部其实 也有很大的压力 就是他们的议会 在开会的时候 人职的家属 冲到议会去说 当人职都死了 你们还坐在这里开会 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些 内部必须要处理 人职问题的压力 对 不只是在议会里面 他们现在已经 这个人职家属 已经在内泰亚湖的 这个他的官邸 门外已经扎在安影了 住在他那边 每天跟 买锅造饭 买锅造饭了 因为四个月 他们事实上 还是对他们的家属 他是希望能够拯救 可是看起来没有进展 唯一能够 解决人质问题 就是停火 跟这个哈马斯 举行交换 或者说 进行外交的交涉 因为哈马斯 也放过一批人 那现在好像 还有七十几个吧 还是多少 那就是说 这些家属 他们的 这个怎么讲 急迫感越来越强 那所以我想 这个是会 以色列内部的一个压力 那 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 这场战争到底要打多久 那这些人职到底 以色列政府 有没有在处理 那还是以战争优先呢 还是 人职的姓名优先呢 战争越打越久 这些人职 事实上就越来越来越低了 那上一次 不是有三个人职吗 年轻人职 被以色列的军人 自己杀掉了 对 所以 这个子弹不长眼睛的 我觉得 这是以色列内部 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也是 内塔亚胡 目前 他的这个战时内阁 他目前的这种 彻底清剿 然后呢 长期作战的 这个政策的 一个很大的 内部的一个 一个挑战 不过这件事情 是有坏消息 因为美国的情报机构 说 哈马斯到现在为止 大概只被 以色列剿灭了 两成到三成 代表说 他还有很大的 这个组织 如果你真的要跟他 打到 这个最后一兵一卒的话 时间还要拖很长 所以才会有所谓 停在两个月的 这种协议 因为事实上 他里面这个 这个美国情报 还讲说 不仅在南部 北部地区 哈马斯的作战能力 也还在 那这种 这种评估 就是很困难 说讲得很清楚 就哈马斯 有人说有两万五千兵力 那他现在 阵亡了九千 那到底有多少的话 现在这个 这个大家都还不知道 这个东西都是估算的 不过 如果说 他这个 阵亡率是两到三成的话 那他还有上万部队 那当然有些是受伤的 受伤的话 他这个伤好了 还是可以回到战场 所以就是说 这个情报 等于说 对以色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非常福利 对打了那么久 结果呢 那 内塔亚胡斯说 要杀光所有哈马斯 那我花了这么久 那么 惨重的牺牲 还只有 还有六到七成的 这些哈马斯兵 还可以在战斗 那显然 以色列的 这个军事扫荡 军事的雷霆风险的扫荡 不分平民 这些军战斗人员的 这种狂轰乱打 这种 集体性的报复 实际上没有奏效 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讯息 那这对这个内塔亚胡 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这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才同意先停战 这个只是在讨论 对 那停不停战 我觉得原则上 就是还是内塔亚胡 他是要乘胜追击 还是说 可是他还有这么多 还没打完 那问题就变成 还是说这个也是 美国情报机构的假消息 要给内塔亚胡施压 我觉得有可能 基本上这个消息 对内塔亚胡 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 对 他必须要考虑 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 日久生变 东西拖得越久 那个变化就都出来了 内部的这些 支持的程度 也会有问题 现在以色列的反对党 现在也认为 内塔亚胡的政策 不是一个最好的政策 对 因为这么多的人职问题 没办法处理 时间又拖这么长 也不是照你所说的 很快的就可以速战速决 对 现在他的速战速决的 这个说法 还有期望 看在已经落空了 失败 这个目标已经 可能没有办法达成 没有办法达成了 对 另外一个 最近大家讨论的 比较热门的话题 就是说新加坡居然 也出现了重大贪污案 这个在 严刑郡法 而且高薪的 这个政府 政治体系里头 也发生了 他年薪有4000万 结果900万的 这个贿赂 就收买了他 新加坡的这个交通部长 是不是 也告诉大家说 新加坡这种方式 也不见得完全能够做 最好的国家制 我是觉得 就是说 没有东西是100%的 那个 就是说 以前这个 公务员在 薪水在中国的地上 叫养联银子 对 你的 你的钱是让你 给你让你 比较 比较可以 做一个连结的生活 不要去贪污 你公务员 你知道他吃不饱 他就想办法 去赚外快了 找门路赚钱 对 所以新加坡的 这个高层官员薪水 你看年薪 4000万台币 多高 可是我觉得 人性还是有太难命 所以900万也可以 而且他不是一次 他五六年之间 整理计也不可以 拿到900万 最后这个 身败名利 可是我觉得 就是说 就跟你在 一成不仁的环境 他也会 遭灰尘 也会 也会怎么样 也会氧化 也会怎么样 也会变 成就衰败 关键是 就是说 你有没有常常在打扫 就跟你一个城市 以前我到西方城市以后 我就像我在瑞士 带慢酒 很干净 后来我才发觉 打扫得非常的轻 他那个清洁队 每天在那边 扫啊 洗啊 刷的 那做得非常彻底 他那种是机械性 一个团队过来 每天扫 他到了晚上 晚上那个地方也脏兮兮了 有人也乱丢东西 可是他到晚上 开始清洗 就把你扫得一干二净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我给你这么高的年薪 可是 基本上还是抓得出来 你拿钱 我还是把你抓出来 就是说 有没有 不断在清扫 而不是你有了 这些贪腐案件 你的政府那个机制 是在袒护 是在 隐瞒 是在怎么样 是在怎么样 是在大家一起 所以还是打贪打斧就是 我觉得新加坡 能够把这个部长 还是抓出来 就表示这个机制 还是 还是这个 还没有失灵 失灵的机制 就是说 你即使掌握证据 他的政治机器 是一起来 庇护他 保护他 掩护他 你譬如说 这三百万现金 突然丢在高铁车上 然后他说没事 三百万现金 对啊 没事啊 对不对 就各种离奇的事情 都可以没事 对啊 还有他这个 一个指导教授 在台大做指导教授 他教授的学生里面 有百分 极高百分比 对不对 都是什么 都是抄袭论文 然后呢 他还可以荣誉退休 也没有受任何的谴责 那就是你的制度 就是在包庇 所谓的这一些 这一些所谓的藏污纳购 做一些 违法乱纪的事情 那我认为最重要 就是说 你有没有去 不断的清扫 不断的就是 在里面找出 这些坏虫出来的 这个机制最重要 那我看新加坡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有这种 抓出来的这种勇气 那就不容易 因为这个也是执政党 这是人民行动党的官员 还是抓出来 因为他们就是 这个党在执政 对啊 对啊 那你看我们台湾都说黑金黑金 有什么 有哪一个人负责 他们一党独大没有问题 我们一党独大问题可大 我们问题很大 你老百姓都怨认在道 对不对 那这里面 这里面 插之 失之好理 插之千理 另外一种 就是这个 要做这种 台面下的黑 事情的方式很多 中国的国安部 最近公布了 最近公布了就是境外间谍的美人计 要所有的国企 在这个出差啊 到海外的时候都要注意 否则会变成这个被拍摄影片的对象 可能就是后续就会有所谓的仙人跳啊 腰斜啊等等啊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国际间变得非常严重了 国安部才会用这么高调的方式来公布这样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世界各国这个情报工作好 做最好是美国 美国 英国 然后这些欧美国家这些情报工作都做 老牌的 对他们是非常重视情报的 他基本上就是就是用间谍方式 间谍的话你像 还有俄国 俄国隔别屋 隔别屋基本上他都还给你暗杀了 对不对 那个美人计算是小事啊 对不对 那他就是要收集情报 中国大陆 我觉得那个社会 我以前有几件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大陆那个保房工作 可能是有很大的漏洞 六四的时候 那很多在六四的学生后来都被接出来 就说那我就觉得中国大陆怎么没有一点点 他这个人从北京就直接像柴林啊 什么乌尔开西啊 就可以都就接出境了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内部的组织到底保兵房地 保房的工作怎么做 你没有办法掌握一些特定人的动向 CIA太厉害了 所以这边你完全被人家 人家有一些管道在你内部运作 你没有办法去防止它 你没有办法去对抗它 才会出现这些问题啊 对不对 那个已经是六四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大陆社会应该是 比较 我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应该还没办法 控制比较严密的啊 怎么会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就产生一个很大问题 那最近就是就是说这个 这个所谓的火箭军 他们整个的整个的军事的机密 在去年的时候被美国的海军的一个研究单位 把它全部出版 连你这个单位的番号有说多少人 然后里面有没有养军狗 它都清楚啊 那就是说机密严重泄露 火箭军何其敏感 对这是中国大陆的王牌军队啊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也是有反应就是说 其实外国的情报机构 事实上在中国大陆工作得很顺利 工作得很顺利 渗透得很深入 很深入 就是说内部保防有问题 各个敏感单位的内部保防 那你要知道美国这个国家 它不是只有CIA厉害啊 你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里 重要的机构里面 它都有说 Security Clearance 它都要调查你的安全 做安全调查的 你不要以为美国这个好吊热浪当的 美国不会 美国你今天要做公务员 我以前在华府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那个领务组 常常我们国人去做 放弃中华美国国籍的 你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这个工作 他必须要证明他没有外国国籍 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证明 没有外国国籍 你有的 不能有双重国籍 不能有双重国籍 你要调查的 那这个美国是非常严谨的 还有有的人有朋友 在美国的比较 比如说在NASA工作 他基本上他跟你就断联系了 他连联系都不联系 为什么 他内部有一定的 所谓Security Code 安全标准 然后美国的这种高层的会议 相关敏感会议 他进会议场的时候 手机通通拿出来放在这里 不能带一点手机进去 非常非常讲究的 然后内部保房 比如说你这些办公室的 这些电脑东西 你是不能带出去 你那USB你也是不能装公物 你如果被发现的话 你要受到严格的惩处 像这个公安部接的国戚人员 他基本上他被人家仙人跳 然后进来以后 把他的电脑就没收了 那些仙人跳抓来 电脑能够拿 结果他电脑里面 有一大堆公物机密在里面 那这就是一个问题的 你的怎么能允许 你的这些掌握机密资料人 把他的机密随身带出办公室 这是不允许的 然后不小心涉入了犯罪陷阱 这些变成犯罪证据 就被扣压了 没有就被扣压 这个主要人家就是要 他那个电脑里面的资料 对不对 然后呢就把他就 他已经被盯上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保防工作人员不要以为 美国民主 英国民主开放人权 对不起 敏感人员接触到机密资料的 他内部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 然后呢 所有的就是说 所谓的这种防火墙 任何的这个电脑系统防火墙 都是最重中之重 然后涉密人员的本身的 对这些涉密人员的要求 也是非常重 像我们有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 所以你看我很多事情我都不敢谈 我只要谈我工作的时候 曾经练保密三十年的东西 我一谈的话 随时我就可能会被人家叫去 其实我知道东西太多了 就是说可以谈的很多 可是我就很小心 又有个国家机密保护法 那形式 形式 这都是看得很紧的 然后以前我们这种USB 都不能随便乱用 然后呢 公物的USB 你要USB都是公物 然后呢 你的 你的所有的内部的资讯 都不能随便带出去 你带出去被查到的话 放入你个人事了的话 那你可是要负很大责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从来来 我们跟美国学了 美国比我们一年紧太多了 你去美国开国会 你就知道他们这个 开会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注意保密的 对 你万一你一个手机 你没有忘记带进去 那可是很严重的事 那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些 然后对于任何人 他回去的调查 也非常非常 就是说他的接触人的人 他们也是重要人 他们也是都在都在注意的 会不会有这种 被人家不甘人的 来窃密的这种可能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件事情全世界都在做 那中国大陆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年来军事机密 然后这些军武的发展的机密 这也算是高度 国家高度重要资产 他要能够保护得住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美人计这个case 我觉得是一个小case 问题就是说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你的 这些掌握机密的人 国企的话 可能是一个军工单位 对不对 那你国企你居然 他把他的机密资料 放在他电脑 可以带到国外 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那你现在才来做 这样子的说 这个不行 这个是要规定的 这要陈处的 要有从上而下 严格的规定 有哦 我们现在在台湾都有 你这个如果你机密资料 带出办公场所的话 那可是要有法律责任的 万一泄露的话 那就是法律责任 所以我们都非常小心的 然后你办公室 你不能随便带 你自己的laptop的 他不是随便可以带的 你一定要用公务电脑 你那个 然后你要去download东西 也是不容易的 他都给你控制住 你随便往USB 灌东西是不行的 所以他内部 有个封密的电脑系 有防火墙 非常清楚的 所以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要知道 他现在是 美国啊 英国啊 各国怎么样 一个情报机构的 一个 头号竞争对手 头号竞争对手 他要不但要 拿你的情报 还有内部 测凡很多人员 那就很可怕了 所以整个制度的建立 要更完整才是 非常非常 要非常非常严谨 严密 然后高度的纪律 然后配合法令的 这些 陈处 严厉的陈处的 才能形成一个保密 以前我们讲 保密防碟 这个体系 这不是只是说说的 它是整个的一个体制的建立 好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介大使的分析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设定提醒收看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我们再见